焦鱼界最近吵著火熱的話題 那麼就是108年課綱 大篇幅的刪除文言文 那麼北英女的郭文老師 歐貴斯老師更是痛批 這是無恥課綱 好 這個核彈籍的發言的影片 現在引起論戰 我們今天就請來 歐老師來到現場 歡迎 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歐老師堪稱是文言文女戰神 她重炮抨擊了108年課綱 現在成為網紅了 因為華文圈眾所皆知 我相信你要面對 不管是教育部或是學校 甚至是網友 還有家人 很有可能也都會被批評 那最近您還好嗎 還好 我很感謝就是說 有來自各方的支持 雖然也萬箭穿心 可是我覺得來自一些朋友 家人 以及同事們 有言或無聲的支持 我覺得讓我的心 逐漸有了鋼鐵般的抵擋能力 那至於酸民 既然它是酸民 我就冷淡以待吧 冷處理我覺得是一個好的方法 那也盡量可以讓自己的情緒平穩 因為我還要繼續在學校教學 我還要繼續面對學生 那我如果我的課文教導學生 我們面對變局要不禁不拒 那我自己如果又禁又拒 我就完全失去說服力 那當我教孟子告訴他們 威武不能驅的時候 結果我自己立刻被驅了 我覺得完全說服力大打折扣 大家會覺得文言文有什麼用 我看到有朋友他在網路上 把一些網民的留言 正面的留言解給我看 有我30年前的學生 他們肯定我言行如一 那就表示我30年前跟30年後 我對文學文化的態度是一致的 那我在課堂上跟學生說的 一些所謂立身處事的道理 一些文學的感悟 一些文化的堅持 我覺得我守住了 有正面的聲援 當然也有一些反面的挑戰 像是知名的作家 苦林老師就講了 他說這是睜眼說瞎話 他甚至拿了很多例子來講說 這根本是胡說八道 廉恥到底有什麼關係 這是無恥 另外還有就是呂杰老師 一個歷史老師 他有提到就是說 文言文就是知識分子的傲慢 你怎麼看這一些言文 我只能說這些人讀聖賢書 不行聖賢是他們網讀聖賢書 那至於他們所提的各種理由 我覺得有什麼話好說呢 那我們立場觀點不一樣 他覺得這些大塊文章 不能給他任何生命的起敵 我相信不是大塊文章的問題 是他自己的一個智慧領悟的問題 或是他生命體驗的問題 那所以我覺得 人生價值是非各有選擇 他們都是成年人了 他們靠著文言文 靠著古人的智慧吃飯 現在卻砸古人的鍋 我只能尊重他 但是我不會這麼做 當然也不是全天下國文 老是都像我一樣 我也沒要求別人跟我一樣 我也沒有這個權利 可是每個人各有選擇 你對你的工作 你對你教授的東西 你有多少的使命感 或者在這個時代 也許很多人覺得使命感 是一件好笑的事 他人笑嗎 由他人去 我有我的堅持 我覺得這個時候自己心裡 就是一種核心價值 在支持我不理會這些 我認為遠離聖賢之道的一些說法 你特別用無恥這兩個字來形容 其實無恥這兩個字很重 是 為什麼要挑顧炎武的廉詞這一篇 其實也不是那天突然間有感而發 當然我承認這是非常重的一個批判 尤其我覺得顧炎武這一個人物 我們不把他當文學家 可是不會有人否定 他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 尤其他在一個亂世當中 在一個政權更替的過程當中 他可以堅守自己的一個價值 不受任何的一個威脅利誘 這個人光是人品 我覺得就值得所有人肅立 那更不要說他留下的這篇文章 我覺得所有知識分子 很可以用那篇文章來檢驗自己 所言所行 老師 我們很重點想要問一句 為什麼你要用五詞這麼重的話來形容 我必須要說 我的確用這個重話是要引起注意的 因為談108課綱的問題 我不是第一個人 我可能也不是講得最深入的一個人 那我當然更不是有什麼重量級的身份 可是既然有人把麥克風遞到我面前 那我覺得我當然不讓的就應該盡我所能的 是不是引起一些注意 我覺得媒體的時代大家喜歡重口味嘛 所以有符合你之前想像那樣嗎 討論度 我必須說那個討論度遠超過我當時設想的範圍 因為四年前我也參加過記者會 所以我才會被說四年一次的臨時演員嘛 可是那次的記者會完全沒有引起任何的迴響 當然我們這一次也不過是在想說再試試看吧 那根據以往 課綱是每五年就應該要小條修整一次 那我們是不是藉此來呼籲候選人 如果你們當權的話 你起碼小條一下 等到十年期滿的時候恐怕要大整一次 那如果此時不呼籲更待何時呢 其實108年課綱那15篇的文言文 你也可以選別的啊 我的意思是說沒有了這個烏顏舞的聯制 你自己也可以選啊 你也可以教學生啊 是 那但是我要說的就是 那再回到108的結構 就是你給我們的時間就是一個禮拜四個小時 我連要上你推薦的15篇 我上起來我要把它上完 講完整 其實都不大可能 只是我們真的只能勉為其難 那所以我們已經勉強把它塞進補充教材了 但是也只是上課比方說花個半個小時 然後匆匆帶一下 請問我可以深化什麼 的確也不是讀了廉詞這一篇 然後就可以有廉詞 所以有關於這個品德 它是需要 我覺得需要更多的篇章 它可以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 它就會漸漸內化 可是當我們只能蜻蜓點水的點一下 你覺得作用何在 這也就是我為什麼強調說四書的重要性 因為四書就是一個品德教育 我覺得最好的一個生命題材 生命教材 那我想要問老師你 你覺得文言文對學生的實用性 到底是什麼 除了應付考試之外 我覺得文言文對於學生 對美的感受力 它是有啟發的 那學生讀著讀著 它比方說讀赤壁赴 或者是讀史的西山燕遊記 讀著讀著它從文字之美 它可以漸漸感受到那種性靈之美 可是其實文言文更重要的 它是一種思想的訓練 它可以訓練學生來思考一些 比較深層的問題 比方我剛剛講的赤壁赴 文字夠優美了 可是它最後討論的是一個 我覺得是宇宙或是生命終極的一個問題 那生命中 宇宙中的變與不變的問題 我們如何面對變 如何面對不變 我們怎麼看 我們如何自處 我們面對變局 我們如何讓自己變去調整 或者是我們如何不變來應對 那我覺得這些 其實都可以促使他們思考 那學生通常在課堂上 可以對於這種部分 他就有一些討論 那那些討論其實對他們來講 年紀那麼小 當然討論還在非常淺疊的層次 可是他經過這樣的一個討論 他也經過這個課文的背誦 考試也考得滾瓜爛熟了 這一課就深入在他心裡了 當有一天他面對變與不變的一個思考的時候 我覺得這篇文章就可以給他非常大的起敵 那尤其蘇世是在生命極度低潮的時候 寫下這個文章 那那個時候學生如果正好自己生命碰到什麼困境 他是不是就有可能藉此來 為自己找到開脫的一個價值 也許他的迷惘就少一點 或者他的勇氣多一點 但問題是現在很多年輕人會覺得說 文言文很繞口 他們根本就連讀都不想讀 那主要很多的學生 我們上街去訪問 他們都說老師都是在考住室 那我們就倒回一萬步來講 如果老師的教學模式很符合潮流 很順應時事 然後也很接地氣 讓學生們喜歡的話 那大家就不會排斥文言文 所以其實就是 當然老師們的一個教授方法 也是應該所謂的與時俱進 那老師您是怎麼教的呢 還在考住室嗎 我其實不知道別人怎麼教 但是我教高中生 我從來沒有考過住室這件事情 只有在以前在私立學校 因為學生的程度相對弱很多 他連基本的字詞可能都不會 那你就必須要逼他背一些東西 但是就算要背注釋 那也不是讓他對著課本 一字不漏的注釋背下來 他大概懂意思 他可以用順暢的白話文去解釋 比方說秒滄海之遺述 他可以用白話文寫去 寫下一句通順的白話文 來解釋這句話 那就OK了 所以我覺得重點是在於說 老師不是用那種很填壓 很刻板的方式去要求死背 死背永遠背不出去未來 那當胡師先生在討論說 白話文運動的時候 要講知識的普及 傳播的思想 都是靠白話文 那為什麼我們要走回頭路呢 我覺得這不是走回頭路的問題 正好你提這問題我覺得很好 我覺得白話文運動到今天 從民國八年到今天 一百一十二年了 它已經超過百年 難道我們不應該回頭去省事 這條路走的到底對不對嗎 那而且我們要思考 現在的一個 我覺得我們的處境 跟一百年前是不一樣的 胡適的那個時代 全中國的文盲超過90% 所以那文言文 一般老百姓當然不懂 那是屬於知識精英的東西 那所以才要推唱白話文運動 那現在呢 那所以了 現在我們還有90%的文盲嗎 那我們難道現在不應該追求 比聽懂話更高一點的 美學跟思想的層次嗎 所以你說文言文是知識的傲慢 那我在想提出這樣說法的 我想我還是溫良公儉讓一點 讓他自己去思考吧 那你覺得一百零八年課綱 到底該怎麼改 你覺得問題最大在哪裡 如果以國文科 你在教育現場面臨到的問題是什麼 國文科一個 當然是時數被刪減了 然後再來就是高三下學期 其實國文跟英文一樣 高三下學期 國文跟英文是零學分 既然已經是零學分了 所以我們就也不安排考試 因為安排考試就會雇人院 所以那我們只能安排一些 簡單的評量 上完課發一些學習單 請他們做一些簡答題 就是我們上課討論的一些 簡單的問題 請他們簡單的寫 以那個作為評量的方式 可是這是已經考上的同學 可是學測沒有理想的同學 他要再繼續考7月的分科考試 那分科考試 國文英文早就不考了 對呀 那你覺得幹嘛呢 所以考試一定領導教學 我們不必否認 那所以說學生還要繼續考分科的時候 他去讀數理化了 那你上國文課誰聽呢 你講的吸引他的 的確我們很努力的 想要吸引學生 學生再算他的數學 再算他的物理 他旁邊聽得聽得 聽得他覺得好聽得 抬起頭來看著你 聽著你三分鐘五分鐘 然後在地下頭去寫他的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很滿足了 你知道老師可以卑微到這樣 是的 這是我們教學現場 那你之前也有提到說 教改逐漸好像看不到光的感覺 為什麼你有這樣的心理呢 如果這個教改 是讓學生的各科能力退化 讓學生對美的感受力變弱了 那同樣的 當然也對他人同情共感的能力變弱了 那更不要說他們整體競爭力變弱 你更不要提到說所謂生命高度 胸懷格局這些建立都沒有了 請問這個教育 這個課綱帶給我們什麼光 請老師幫我們回應一下 就是說你剛好提到 人家一直罵你四年一次的靈演 你自己對於這樣的說法 你當然是很不平 但是又在選前這個時間點 又出這樣的言論 也不免讓人家聯想到 是不是有一些意識形態 以及政治的影響 你自己怎麼看 我覺得別人會有聯想 恐怕是一定會有 那但是我覺得那不是我的主軸 所以我也不必理會這些聯想 我就聚焦在文化跟教育上面 因為那就是我最關切的問題 今天謝謝老師來到節目的現場 今天的古文逐漸在教材當中消失 這當中的利跟弊其實值得當政者來寝思 而且不只108年課綱 我們接下來要面對的是117年課綱 教改的美麗跟哀愁到底該怎麼解 我們只能繼續看下去